《飛雲》這個角色我當時接了劇本 當然導演和蛋哥已經幫我定了很多方向 其實他本身裡面是有些東西的 男人熬到日子再瘋再瘋,腦裡也會有些東西 只不過不同人的表現出來有不同的東西 你給我的腦袋 我給我的腦袋 我給我的腦袋 不要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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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… 你怎麼吵我腦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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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這個飛雲是有經歷的 他裡面是會有傷口的 我覺得這個人挺像我自己的 挺為人去考慮 令到那個隊伍或者這個集體裡面大家開心的人 但一回頭我自己是那些 都挺多事情想的天秤 我是天秤的人 所以很適合飛雲這個名字 天上飛著的一塊雲 永遠都是這樣